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幼兒的大樹,任畫 適合3至5歲的小朋友 材料有9樣東西 在家裡都很容易找到 包括有箭桌子 畫紙 廣告彩 調色盤 水彩畫筆 棉花球 衣夾 棉花棒 首先擠出 咖啡色、紅色、黃色、橙色和綠色等顏色 加入碎片 把顏料調開 然後先用咖啡色 畫出樹幹 這個步驟可以請哥哥姐姐 或者請家長幫忙 特別是3歲的小朋友 因為他們還未好好控制筆 但家長也可以讓他們先試試 樹枝的部分可以佔多些空間 印的位置可以多些 因為小朋友一會兒印的是樹葉的位置 讓樹幹乾淨之後 拿一塊棉花球 用衣夾去夾起 可以讓小朋友試試夾起棉花球 可以用這個作為印畫工具 我們這次不需要用畫筆 小朋友用衣夾的話 會比起直接用棉花球更好控制 而且也不容易弄髒他們的手 用棉花球沾上不同的顏色 再印在樹上 把樹葉印出來 可以在每種顏色交替用 又或者先用完紅色 再印橙色也可以 隨小朋友喜歡 一隻就印滿一棵樹 整個過程小朋友都會很享受 可以讓他們感受到 原來不一定要用畫筆才可以用畫畫 是另類繪畫的工具 這個過程也可以訓練小朋友的手眼協調 因為他們要不斷用手 去印一個他們想印在樹上的地方 之後用橡筋 促起幾支棉花棒 在畫紙底部印小醋 就會有一點點一點的效果 等顏料都乾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後面簽你們的名字 我的作品就大功告成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歡迎大家Follow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Share開去 也可以到我們Art Blossom的網站去參觀 我們將會有更多的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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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